谁能想到 一个24岁的年轻姑娘会开着房车 带着自己74岁的老父亲 到全国各地旅游 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姑娘 竟是父亲在50岁时捡回来的弃婴 她凭借自己的努力 做到上百万年薪 给自己的父亲买了劳斯莱斯 买了大别墅 今年5月份 她更是关掉公司 关掉店铺 放弃掉自己 辛辛苦苦闯出来的一番事业 开一辆房车 带老父亲到全国旅行 生动地诠释了那句 你养我长大 我陪你变老 那这个姑娘是如何从一穷二白成功逆袭 做到如此成就的呢 今天 花猫就带大家一起 走进这位姑娘 酸甜苦辣的人生故事 就是视频中这个姑娘 她叫张白哥 来自河南洛阳 24年前的一天 当时已经50岁的老爸 把他从路边捡回了家 由于父亲家里非常贫困 他一直没有结婚 加上又捡了个弃婴 更是断绝了找老伴的想法 从此父女两人相依为命 父亲靠着种地和捡破烂 含辛茹苦地把张白哥拉扯长大 到了他18岁高中毕业那年 张白哥选择放弃学业外出打工 他做过服务员 摆过地摊 吃过很多苦 只为能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 让他的晚年过得更幸福 可辛苦的工作 却并没有让他过上想要的生活 反而生了一场大病 这时 已经年近70的老父亲 又陪着他去北京的大医院治疗 还曾在地下室住了一个多月 病情稍有好转 已经囊中羞涩的父女俩 就不得已返回了洛阳老家 那段时间可以说是父女俩最难熬的日子 张白哥甚至还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但在父亲的关爱下 他重新振作了起来 张白哥先是在老家超市 找了个收银员的工作 工作之余就做起了电商 卖化装品 在他的努力下 自己的电商事业越来越好 腰包也越来越古 买了车也买了房 更是组建了自己的团队 生意越做越大 父亲却不忍心 看着张白哥这么拼 总是主动去做一些搬运打包之类的力所能及的事 随着白哥在广州开了分公司 父亲也跟着他去往广州生活 在这里 白哥经常抽空带着老爸出去玩 体验了大城市里的一切好吃好玩的新鲜事物 但身在他乡的老爸 由于没有自己的朋友圈 生活过得很不习惯 总是想回老家 白哥又不放心 父亲自己一个人生活 加上长期的辛苦工作 让白哥的旧疾复发 种种因素之下 张白哥决定关停自己的生意 带着老爸开启房车自驾游生活 今年5月份 做好一切准备的妇女俩 开着价值60多万的房车 踏上了全国自驾之旅 白哥带着父亲去了西藏 见到了雪山、湖泊、草原 去了云南丽江古城 去了新疆等等 这对相差50岁的妇女 活成了很多人羡慕的样子 网友们看了都说 就是亲生的 又有几个子女能做到如此 抛弃张白哥的亲生父母要是知道 肯定得后悔死 还有人说 是这个善良的老人 教育出一个了不起的女儿 还是好人有好报 张白哥的故事 也吸引了电视台的关注 央视三套 重庆卫视 天津卫视 天津卫视等电视栏目纷纷邀请张白哥父女登上舞台 讲述她们的故事 看了这对父女的故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有没有想过像她一样? 带自己父母环游世界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也和花猫一样 喜欢这对有爱的妇女 请长按视频下方的大拇指六秒 为她们点个赞支持一下呗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花猫情报局 带你了解更多精彩人物故事 下期人物故事更精彩哟